嗨各位 我是錦穿衣 歡迎回到咱們的動畫公司談系列影片 這個系列會帶所有喜愛動畫的觀眾 去深入每一間動畫公司的幕後以及歷史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A1 Pictures 簡稱A1 A1絕對是近代最知名的動畫公司之一 刀劍神域 輝夜大小姐 妖精尾巴 還有偶像大師等等 都是他們的作品 最近我的幾部跟A1有關的影片 有超多留言都會在底下講說 喔A1天下第一 A1 A1我的超人 更顯示了他們現在的聲量與人氣 可是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在差不多五六年前還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段子 是在講說每當有一部原作要被動畫化 然後觀眾刷到底下看到動畫公司A1的時候 都會刻意補一句慘遭A1動畫畫 是的 沒錯 如果你入坑動漫才第二第三年好了 那你不知道情有可原 搞不好只是會覺得說 欸這不是應該貼給JC的標籤嗎 但沒有 當年對於A1逆風的情況真的就是那麼嚴重 今天動畫公司談EP4 A1 Pictures篇文就要來解答這些問題啊 並帶大家一起來認識那些A1曾經做過的精彩動畫 但一樣 開始前如果你喜歡看這類深入業界 探索動畫公司成長歷程的影片 那懇請你使用超級感謝支持本頻道產出更多類似的內容 還有你又是想早能聊A1動畫的同好 景川儀專屬Discord群景川儀的大腦 歡迎你的加入哦 OK 321 廢話太多 我們進入正題 作為一個過來人 開頭我想要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JC跟A1雖然以前都很常被人拿慘遭動畫畫來調侃 而我確實也能看出一些原因 只是這 如果要我講個人的感受的話 那其實我私心一直都是很喜歡A1的 這反而跟童年濾鏡啊 情懷加成啊這種東西沒啥關係 而是A1打從創始以來他們做的動畫 有做好的時候 都有一個特色 是我個人看動漫最喜歡看到的 至於是什麼特色啊 這咱們後面再來揭露吼 總之我們先來認識一下A1的起源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第二集我們講霸權社 提到這間公司誕生自三個男人之間深厚的情誼啊 強調這是一間很有創意跟爆發力的公司 不過A1我覺得就稍微有點不一樣 它聰明 冷靜 有效率 每一個人都宛如時鐘裡的一顆齒輪一樣規律運轉 那是因為啊 A1 Pictures 的誕生本來就是 大公司基於戰略考量的結果 讓我們歡迎 Aniplex 對的 我們第一集聊Cloverworks的時候就有介紹過 它隸屬於索尼音樂 是業界資本數一數二雄厚的版權商 大家最喜歡講啊 A爹爹 不缺錢 而A1呢 正是Aniplex 為了擴展動畫製作的業務 於2005年成立的公司 在我剛入坑的那個時候啊 還是個興銳哦 A1早期 06-09年的作品就有包含 發條武士 汪拍投手 鎮臂高輝 黑直視 等等等等 當然還有眾多90後的童年回憶 妖精尾巴又稱魔導少年 本作不用說就是一部極度正統的王道少年戰鬥漫畫 主角群到處旅行 海扁敵人 各種鬼叫 各種覺醒 好啦 我要承認 我第一次愛上A1就是看妖精尾巴這部作品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每逢假日 我就會坐在電腦前面這樣從早上一路看到晚上 可是現在我還是覺得妖威的動畫稱得上算優秀嗎 呃 其實沒有 但這真的也不是不能理解 因為在那個時代任何動畫公司 都想要有一檔每週持續播連續播個好幾年的漫改動畫 所以可以長線運營這件事是遠大於每一集個別的品質的 A1才成立第四年就已經解了這個成就 絕對是值得稱讚 不過啦 講妖威絕對不能不提的就是高黎康智的配樂 是的 那一首我們是妖精尾巴之歌 堪稱少年漫史上最熱情的經典曲目之一 朗朗上口到一個反而會被拿來玩梗的程度 說什麼在我的BGM裡面沒有人能夠打敗我 你們懂得就跟現在的小朋友長大之後會去懷念經典老番 九五黃金之風的喬如諾鋼琴一樣啊 另外一部我想要特別提的就是2011年的魏文花明 沒錯 辣個弄哭了無數人的催淚神番 當年在我弟旁邊看最後一集啊 絕對是我人生中最ㄍㄧㄥ的20分鐘 本作也是我第一次體會到那個天中降客畫風的作品 人物動起來到底能有多順滑多愚流喔 尤其是完美融合了Q版動態以及真實頭身的面麻 他表情的豐富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從以上這兩部我們已經能看到A1在非常早的階段 就已經成功掌握了效率生成的節奏 進入10年代後每季來個二開三開都嘛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一間成立剛滿五年的公司一上來就要出場的 如此誇張的履歷真的只能感嘆 這是課金玩家的勝利啊 課誰的金 課A爹爹的金 欸 既然講到課金乾爹這邊想要迅速感謝一下本期影片的大乾爹Surfshark VPN 你們是否遇過一個狀況 你想看的動畫在你有訂閱的串流平台上面 你做的區域卻偏偏看不到呢 像我很想在Amazon Prime Video上看超自然九人組 可是抱歉 您所居住的區域並不支援 這時我們只要使用Surfshark一件穿越到日本就能盡情的欣賞 倫哥妹妹的運球功夫啦 而且你要是不想一個人負擔全部費用也歡迎你找上三五好友一起共享一個賬號 現在就使用僅穿一的專屬代碼註冊 Surfshark還可以享一期則優惠以及三個月的免費試用期唷 A1是如何做到這樣的高效生產啊 其實還有一個秘密 就是他們的分工模式 A1 Pictures是一間製作人主導的公司 哪一家動畫公司沒有製作人的你告訴我 對是這樣沒錯 現代的影視產業負責找錢找人的製作人 重要程度早就已經超越導演了 不過A1比較特別啊 他們是有一幫的製作人 清水P 輔導P 橘子P 藤井P 還有一堆你們不用特別具備的PPPP 反正你們只要想像A1的中心有一幫類似中央腦細胞的人存在 這些人每天就是大家做一圈雙手插到鼻子下面 眼鏡亮亮的有沒有 然後各自匯報彼此手上的動畫做的如何如何這樣 好啦沒有應該是沒有那麼誇張齁 雖然說實際的分工情況長啥樣我也沒查到多確切的資料 但根據現有的資訊A1有四大製作部 各自都有兩三個隸屬於其中的製作人 而從這些分組中還能觀察出到底哪一些作品是由哪一個部門做的 他們又有什麼樣的特色 嗯你們知道就很像實教裡面的ABC珠般各有各的處事風格 其實還蠻酷的有沒有 所以這邊我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製作部是A1的五豆派部門 當然不是因為他們很會打架 而是重打鬥的作品幾乎全部集中在這裡 例如大名鼎鼎的刀劍神域 刀劍呢我相信是90%的人認識A1這間公司的契機啊 多少小朋友就是被這部動畫給騙入宅坑的 不過其實當初宣布刀劍神域將由A1改編動畫的時候 蠻多人是抱持著質疑的 因為第一他們找來Working迷糊餐廳的人設 來畫刀劍這種非常硬的生存題材怎麼想都不太搭啊 第二加速世界 對 穿原力的另外一部作品三個月前動畫才剛開播 而日生動畫的品質肯定是沒啥好挑剔的嘛 相較之下刀劍第一季 呃 雖然我得說刀劍光人氣大概就屌打加速十條街有沒有 絕對是較為普通的一個品質 可還是有一些高光時刻啦 像第二十畫同仁vs火精靈將軍的戰鬥有幾個卡我真的是一路寄到了現在 時至今日啊 SAO 無一是最能夠代表A1的IP沒有之一 接著第二剧作部我將其稱之為萌戲部門 是的 顧名思義這個部門專門做那種日常可愛動畫 代表作有Working迷糊餐廳四季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等等 要說這個第二部門有多注重賣萌這件事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埃羅芒阿老師的工作人員名單 這裡我換一個片段看大家能不能夠從中找出重點在哪裡 來 看都沒有 沒關係 我再播一次 好 不管有沒有看到這邊公佈答案 本作甚至有殺物動畫師這個職位 恩 因為埃羅芒阿老師他全篇下來最大的重點是什麼 是妖精是殺物嘛 大家就是來看妹妹的 於是他們就指派了團隊裡面的一位大佬 專門負責監修所有跟殺物有關的片段 以確保大家老婆又肉又香有沒有 除此之外片尾的殺物習武當時也因為實在太可愛而轟擊一時 從此便形成了A1在1D跳舞B神這個神秘的傳統齁 別急你們兩年後就知道為什麼啦 第三劇作部是清改專業戶做過學戰都市皇帝聖應戰技 算是比較沒有競爭力的部門 你們看看這個BD焦量只有可憐的404份 最後第四劇作部他們是公司裡的奇葩 奇幻自衛隊 調教咖啡廳 清之驅魔師 每一部的風格都天差地遠 也不是說只要是這兩間出的作品 就一定比較差 像調教咖啡廳整體品質就非常安定嘛 只是我覺得這顯示出的反而是A1做一間紀錄高產 製作人導向的公司存在著的一個根本問題啊 我舉一個例子像 金安尼是總攻防號的 基本上你不管做哪一部動畫核心的動畫人員 很大程度都是那一幫人 不然也不會培養出這麼一致的畫風嘛 是不是 只是A1他要躲開的那一幫製作人 就必定除了平時又坐在公司裡的員工之外 也得向外尋找人類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外包了 而你要找誰外包就非常容易左右動畫的品質 一個越好的皮他手上的人脈就越多 相反的你要是今天誰都找不到那你就是一個菜 這也是為什麼A1的上限下限落差會如此之大 有時候你能看到像只有我不存在接到這樣精品中的精品 可是有時候你們懂的 Fate Apocrypha 角色每一集換一張臉劇本神奇 好吧這不算動畫主的播 這就是A1之所以被稱之為G30公司的原因 Apocrypha出的那一年也是A1被黑慘遭動畫畫黑的最慘的一年 那這時可能有觀眾就會問了 那到底誰才是A1最頂尖的製作人呢? 每一個人心中肯定各有各的答案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這兩個人 清水小還有輔導右衣 這兩位是來自A1的一個隱藏隊伍高原寺工作室 對沒錯就是後來成立CW社的工作室 要我私心說的話高原寺的實力我覺得其實強過一二三四一大劫喔 總之我們來看幾部超人節作品 第一部四月是你的謊言 問之無愧的校園戀愛 經典之作把原作纖細的情感描繪漂亮的帶上螢幕 還增加了動人的音樂結尾也是一個胃痛暴擊 只能說此生無悔入四月來試原作有人A 第二部超自然九人組 一部風格超級無敵特殊的電波懸疑作 說真的如果單看整個畫面的表現力 我告訴你超自然九人組 就是我心目中的A1巔峰 人物動作流暢那那是一定的 重點是左倉那完全只能被稱作 肉體暴力的奇齒大魯 然後背景美術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總之就是偷著一股溫厚中帶有詭譎的厚實 我想得到最好的形容詞是 你口感啊 但這年頭我已經不指望有太多人了解 你口感什麼東西了 再來第三部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 這就不用我介紹了 偶像番中王道中的王道 在那一個Love Life稱霸一方的年代一返日生 多以3D動譜呈現跳舞環節的技術流 偶大堅持使用原汁原味的手繪動畫混合3D的運鏡 這應該也是因為系列發起人景之蹲時 本身就很有那種老動畫人的堅持喔 在劇場版走向光輝的未來中 甚至直接來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盛大演唱會 不過很可惜即便有這些製作精良的作品 A1在1617年還是因為有過多主流的星座表現欠佳而大大影響了名譽 先說我絕對是不認同這種慘糟的說法 只是你們懂得普羅大壯看的真的只是一個風向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震撼彈 一管能徹底覆蓋掉負面聲音的大砲 而2019年他們找到了 現在讓我們看到將A1正式推往下一個階段的作品 輝夜大小姐想讓人告白 輝夜有多神多牛逼我 還沒追夠嗎 你們就去看我以前做的影片吧 這我就不再重複了 有穴故事處處暗藏驚喜的演出 還有誠意爆炸的粉絲服務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那個傳奇的書記舞 自由人原畫時中山直哉 為這個舞一個人就畫了近800張的原畫 結果該集一波光速出圈引爆網路 一堆人爭相模仿瞬間成了將灰葉一口氣帶出圈的MVP 你看看那完美的手部動作 那直逼現實的裙擺物理 因為這一段實在是太太太太神 使得第二第三機也都異物性要加一段類似的尬武橋段 對我來說這個書記舞啊 其實恰好也象徵著我個人私心喜歡黑碗最根本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他們細膩的肢體表現 每一間動畫公司都有他們的一個大特色 霸權喜歡跑酷酷 都有超猛的手繪特效 金阿尼是金阿尼 而A1呢我認為是他們非常非常自然的人物手腳擺動時的演技了 他們是怎麼讓簡簡單單的日常畫面看起來生動有趣的 我得說這些通常不會是動畫公司會主動強調的東西 比較像是隨著時間而自然產生的一個標籤 又說肢體自然那做得到這點的公司絕對必密皆是 只是這邊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喜歡A1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重點是啊灰夜是出自第三製作部的作品 對沒錯沒想到最終會挽回A1名聲的 是一開始大家最不看好的一個部門喔 而且現在例行的三技還有即將推出的劇場版 灰夜團隊已經證明了現在他們也是公司實力頂尖的一線團隊了 這時看回刀劍那越發臭掉名聲 突然給人一種很像世代交替的感覺有沒有 先說明一下刀劍後期的爆炸其實更多是因為一些分鏡還有改編上的多此一局齁 單看動畫每一張的品質說實在A1還是畫得很認真的 鬥士聽到這可能會有一些人產生一個小疑問 欸剛剛不是說公司後段班的除了第三還有第四製作部嗎 他們他們這幾年幹嘛去的 來別急一下音樂你就知道了 八六不存在的戰區靠著清改作品前所未有的扎實鏡頭語言 還有沒在怕的瘋狂延期最終成功端出了一部從頭到尾毫不妥協的匠人之作 跟迴夜、映明、遺暗、一喜一杯成為了現代人認識A1都無法繞過的兩座黑白里程碑 看到三四做的事如此爭氣啊 長年被刀劍綁架的第一製作部總算決定要再一次的為自己做動畫 而且更猛的是竟然還是原創動畫 首先第一部我們看到的是Likores Recoil 沒錯 莉可麗絲 這部我相信各位都有感受到那個熱度啊 說這是今年夏天最棒的動畫之類之類的 恩 以我目前追的那些新番啊 確實是有點難否認這一點齁 雖然我對這種美少女軍舞的題材一向不怎麼感冒 可是那個一二話敘事跟分鏡的效率它是怎麼用最少量的鏡頭傳達背景設定 還有如何快速的建立千數跟容奈兩人無論是形式作風還是個性差異間的對立 真的只能用快狠準來形容外加酷到不行的動作場面啊 本作沒意外是我這季目前最喜歡的動畫應該吧 拜託製作組千萬不要發刀 第二部超鏘的奇幻戰鬥片 Engage Kids 這部我還不確定我該期待什麼 不過大概就屬於那種光靠一個女主角就整個被撐起來的作品齁 玩戶風格的軟男吃軟飯的寫實設定 配上超級浮誇的奇幻打怪情節沒想到能這麼有趣 現在已經有人把這兩部原創7月翻拿去跟1月CW的明日換裝雙巨頭做比較了 究竟A1能否平安落地呢我們拭目以待 OK那講到這邊影片也該告一個段落了 不知不覺間距離慘遭謠言也已經過了5年時間 這些年間A1靠著穩扎穩打推出優秀的作品來逐漸重建自己的名聲 這之間有出現什麼特別劇烈的變動嗎? 嗯其實也沒有 A1還是正常的在不斷運轉 畢竟啦我覺得慘遭動畫畫本來就是一個偽命題 是一小部分的人看到幾部A1做的比較差的作品而隨便產生的感覺罷了 所以各位要是以後又看到喔 你們可以好心的在底下補一句 住山洞的慢走不送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人的心裡經常會有一種很奇妙的錯誤期待叫 幾率謬誤就是當你直骰子連續直到好幾個小的數字的時候 你心裡通常會傾向去認為你下一次骰到好的結果的幾率會變高 但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嘛 而人會產生的任何對於下一個數字的預感 其實全部都是你腦中自以為說得通的想像 這從來不是背後原理的問題 而是個人觀感的問題 A1這幾年的重返榮耀啊靠的並不是喔 公司全體人員痛定思痛一起到深山修煉衝瀑布 結果畫力瞬間超越中村風 沒有當然不是 不要忘記A1C間製作人導向的公司 他們進步的最大關鍵在於這一群中央腦細胞 今年累月做了一部又一部的動畫 他們越來越懂得怎麼找到厲害的傢伙來貼貼幫助他們做出最好的成品 A1今後啊會不會哪一天又連續出了幾部可能不盡人意的動畫 結果我公司的名聲又爛掉了呢 嗯跟你們講一定是會的任誰都有起起伏伏 只是看完這部影片我希望各位可以帶走的一件事情是 沒有任何一個失敗 對不管他敗的有多難看都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失敗是能直接決定這公司後續的名聲的 因為A1是一間大公司 是無數厲害的動畫人每天都在來來去去的地方 你總不會告訴我說你班上有一個人抽菸那你全班都是不良少年吧 除非真有什麼決定性的人事變動 不然的話A1的作品就跟直骰子一樣啊 不論你前十次骰出了多少個一 你下一次要直的時候 頭到一頭到六的機率 永遠都是六分之一 我是景川一 這隻動畫公司談EP4 A1Pictures篇 我們下部影片見